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余美人 那麼11月份的地價 所以要開增了全台灣的地價 平均都用飆漲兩個字叫三成 到底對你有什麼影響呢 不要認為反漲價都是不好的政策 其實有些政策搞不好是不得不這樣做 可能過去都沒有調整 我們必須要面對這個現實 首先為您邀請到第一位特別來賓 是我們的律師 蔡時聰 蔡律師 美人姐好 大家好 還有彥莉 大家好 還有施聰 美人姐好 那在我左手邊是田大全先生 大家好 還有帥過頭先生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畫面 七七百坪黃金腳尖貼滿出租公告 四個月前這裡是知名餐廳 地價稅飆漲 業者大探 電租大漲五倍 只能搬家 然後這次市府又把公告地價挑上來 最新地價稅公告 台中市漲幅將近39% 高居六都第一 其中西屯區漲到101% 南屯區也漲了將近87% 沒有辦法接受 南屯一名地主942坪的土地 去年被課增16萬多 今年地價稅公告 他要繳133萬 漲了將近9倍 不過稅務局強調 屋主土地位在重劃區 市值飆漲 地價稅才會跟著上漲 從劃完成之後 地價稅減半徵收的優惠兩年也結束了 他從原來只累進到千分之25 他已經累進到千分之45 稅務局解釋一般民眾自用住宅 漲幅其實只有23% 以西屯區民眾持有五坪來計算 去年繳了193元 今年只要繳290元 相差100元不到 影響層面較大的 都是地主 建商或大型商場 一樣位在西屯區 台中 帝王 星光三月 中港店 位在七期 地價稅 從去年5500萬 漲到8000多萬 地價稅暴漲 市府澄清對一般家庭影響不大 但對於地主 建商 還有擁有大片土地的民眾業者來說 恐怕都得荷包大失血 好 其實這個 我們持平來講 這個地價稅 要漲也是必要的 對不對 不要說因為所有漲價都是不好的政策 那這樣你來做政府好了 對不對 它就不可能的事 只是說它漲得有沒有道理 還是就是說一次漲到足 是不是大家會撐的 那麼有時候是這樣 就覺得說 這個小英政府好像只要做4年 你8年可以完成的事情 為什麼要4年完成 這樣大家心臟會比較受不了 OK 話到數 說到這裡就好了 你可以一年長一點 你每年長 事實上為什麼民眾會在這個時候 比較有所感覺 因為最近大家都覺得 什麼都在漲 菜價在漲 物價在漲 什麼都在漲 結果我的薪水減少 結果沒想到前一陣子 接到這個地價稅 對 這不可以判斷 菜價那個有季節的因素 對 你看著高麗菜馬上要10塊錢 對 沒錯 就是這樣來來去去 但是薪水沒有漲是確實的 但是沒想要收到這個稅單的時候 就覺得說明明怎麼 好像又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些錢 事實上最近如果觀眾朋友自己有收到稅單 都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跟去年到底差多少 事實上在11月 我們要刻增一個叫做地價稅的東西 我們要先跟大家講 地價稅它不是中央的稅 它是隸屬於地方政府的稅 地方政府為什麼要把它調漲地價 因為過去幾年我們的地價 是用公告地價去刻 公告地價跟限價差非常多 因為差非常多的時候 地方政府就認為說 我用實價科稅是比較好 所以他們在過去幾年 都把公告地價往上調 往上調的結果就是 我們收到的稅單就會增加 我們來看以今年來 所以其實它不是調地價稅 它是調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 對 我們來看以今年 所以地價稅稅率是一樣的 稅率一樣 但是因為公告地價 是因為你的土地漲價 所以你的地價稅會調漲 所以不是說比例增加 這個要算要搞清楚 你土地漲了 你就是有利益 對 也是有好處 可是民眾會講說 我住在這裡沒有賣 我想要利益 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 對 我們來看說 其實以這個六都公告的 所謂地價稅來看的話 台北市的漲幅大概是30.38% 這個不是地價稅的漲幅 這是你的日價 你難道希望你的地價是跌的嗎 對 大家都希望地價漲 對 所以這是好消息 你的地價是漲的 對 沒錯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台北市每一個人 每一戶平均 比去年大概多繳1296塊 新北市的話 是大概繳多378塊 桃園市是多244塊 這一陣子引起媒體關注 就是台中市 因為台中市在六都裡面 它是漲幅最大的 因為它的地價漲最大 對 最大 它調得38.25% 每一戶平均大概多繳 大概200塊左右 台南市 高雄市 其實都有同比例的往上升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你的地價稅增加表示你的土地 價值是增加的 價值增加 但是其實不只六都 事實上全台灣幾乎都全部在往上漲 事實上最早上漲的地方是宜蘭縣 宜蘭縣在2012年它率先漲 結果漲上去之後 沒想到 因為地方政府目前都苦哈哈 希望說有一個稅收來源 結果沒想到漲地價稅之後 現在全台灣都開始掀起 所謂的漲地價稅 為什麼會引起民眾的 有一點維持 就是因為過去其實我們的公告地價 跟市價差很多 但是政府希望在一段時間之內 就把它調進 一段時間調進的時候 就會造成說我們稅收在短時間 我們要繳的稅 在短時間之內增加幅度很大 增加幅度很大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引起民怨 不過我覺得 這應該算是一個回歸合理的一個做法 這是小英政府的作為 還是各地方政府的作為 這是地方政府的作為 只是各地方政府決定要這樣做 中央是沒有辦法的對不對 中央就是說它 因為這個稅制跟我們的房屋稅一樣 都是隸屬於地方 地方它如果把公告地價 或是房屋限制往上調 那是地方有某一個全度 各縣市首長都說好了 今年要這樣調 因為2012年 宜蘭率先開槍 應該都沒人敢調 但是宜蘭調之後 稅收增加 但是民眾也好像就是 好像沒有太多抗議 因為那時候房價再往上漲的過程 沒想到一漲之後 現在大家都有樣學樣開始漲 開始 所以我們下次再調 就是三年後就對了 三年之後 對 它不能先調一點 三年後再調一點 因為三年三年 三年三年一次的話 它就一次漲出 所以其實對我們一般民眾的影響不大 但是對持有大量土地的人 土地多的人 其實差別是在說 這個計價稅影響最大的是 自用和非自用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東西 自用的真的影響不到 其實它是千分之二的稅率 所以其實還好 問題就是非自用的部分 宜蘭為什麼那個時候炒 我們回想一下 三年多前宜蘭在炒什麼 農地 農舍有沒有 那種完全炒作的那種方式 所以宜蘭要打這件事情是 其實也是合理的 現在回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感覺上地價 感覺上調高 我們要回來說 其實真的對自用的 其實是沒有差的 對於大地主 其實我們要回來 我想大家已經講很久了 你要不要增空地稅 而且後來發現 政府不敢增空地稅 怎麼辦 就好調高公告地價 讓你在持有期間你會痛 但是問題最有牽得到 一個三年一次 有人講說太長 我們講三年房地產 就一個景氣了 一個景氣起伏了 我們現在回來說 其實房地產大概 大台北地區大概跌了三年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會有改 房價在跌 為什麼你地價還在漲 這是怎麼回事 理論上 理論上你公告地價是平定的 一個概念說 你外面市場在漲 我跟著漲 結果你沒發現 你現在研究出來的數字 公布了之後 發現房價已經跌了 那回來 三年之後房價會不會再繼續跌 那你是不是公告地價 要往低調 沒有 中華民國建了105年來 公告地價從來沒有跌過 這問題就來了 我同意美人 剛剛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地價稅是某種程度的繁榮指標 對 就是說今天你這個環境裡頭 你沒有捷運 沒有公園 沒有什麼 你都感覺地價比較差 對不對 但如果說有了這些公共設施 你地價好 這是一個工程受益的概念 這是OK的 只是問題就是說 漲價歸公 這個機制在哪裡 漲價歸公 疊價歸誰 疊價歸你 孫中山說的 孫中山說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土地是資源 不是亂的 沒有 他現在也沒有漲到跟 他的地價也沒有漲到跟市值一樣 還是有一大段的距離 有一大段的距離 現在新政府 他是打算要跟實價掛鉤 我們現在講價格很亂 價格現在有成交價叫實價 然後有公告地價 有公告限值 這個公告限值是 土地增值稅的依據 然後持有稅是公告地價 那三年調一次 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 現在大概調成這樣 也不過大概是實價的30% 30% 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持有房子 我持有土地 土地在增值的情況下 我持有30% 如果要跟實價掛鉤 對不起 各位觀眾朋友 這還要客氣 什麼意思 以後大概地價稅會漲三倍 那就痛了 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不是說所有漲價的政策 我們就要通通罵政府 然後很相怨的就說 漲價的政府就是惡政府 這樣不對 因為這個 我們要根據事實來說 如果退一萬步這樣 你剛剛講如果地價跌的話 我覺得是不是把 因為坦白講 全世界也沒有這樣子 公告地價跟 市價 差這麼多的 還是說你以後就規定 公告地價跟著市價走50% 這要有個機制 用50%來扣 這樣子我就沒有說 我就是跟著走 對 這要立法 我就跟著走 我們是不是要 同意公告地價 跟限價是有落差的 不是 我們的稅率 沒有比世界各國來得高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世界各國他可以拿房子去出租 那個租金的投報率 就是台灣的好幾倍 問題是台灣的薪水調不起來 租金也沒有跟著漲 所以其實這是最大的問題 不是 那個是另外一個 供需的一個問題 問一下葉利 台中民眾在抱怨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條幅特別高 剛剛施松有提到 其實台中市 其實這次的條幅 算是六都的第一名 那台北市平均是 這就是台中環滑了 對 就是台中的地 市屯就是最好的地方 台中環滑是在抱怨什麼 我台中人其實還滿開心的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施松提到台北市 環滑的都市 台北市是平均漲三成多 可是這次特別是台中的幾個重劃區 因為你地價漲了 那漲當然了 你的地價稅也要跟著調漲 可是民眾覺得 實在是漲得太多了 包括西屯是漲了101% 也就是一倍的概念 南屯是86% 北屯是57% 所以很多的地主 他們收到稅單的時候嚇一跳 我舉兩個 我請問一下燕利 它漲了101% 跟現值還是差很多吧 有 我待會會解釋 美姐 我待會有一個具體數字 跟大家報告 我先把兩個案例講完 這兩個都是大地主 其中一個西屯區的屋主 他在去年的時候 他收到這個地價稅的稅單 繳了5萬塊 今年一收到下一大跳 居然要繳45萬塊 但就要說整整就是9倍 更不要說另外一個 南屯區的屋主 他擁有的土地是1000坪 他去年繳的是16萬 今年繳的是133萬 那就等於是多了8.3倍 這兩個地主 特別是南屯區這個地主就說 是怎樣 我土地變有錢的是沒有錯 可是我沒有賣 我沒有資本利得 你要突然之間叫我繳這麼多錢 我沒有太多的錢 多餘的先錢可以繳 難道你要叫我去賣學嗎 好 這個是屋主的一個心聲 可是 我有特別去請教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也有做一些解釋 我覺得大家可以評評 你看他們能不能夠站得住腳 1000坪土地的人要賣學 因為他說他土地都沒有賣掉 所以他也沒賺到錢 那FD你要賣什麼 好 台中市政府的解釋 有兩大解釋 大家聽聽看 第一個台中市政府是說 目前以台中市來說 台中的公告地價佔 它的市值也不過16% 是6度裡頭最低的 因為全國平均是20幾% 剛剛大全哥說是30% 但市政府根本的數字是20幾% 所以台中這樣調也才調到16% 對 然後林佳龍市長還 就是說限值 市價16% 對 所以其實相對於你真正的價值 還是便宜很多 林佳龍市長又特別講了一句話說 事實上中央說我們最高 可以調高到43% 但是我認為民眾會負擔不起 所以我們這次只有調38% 好 這台中市政府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也很有意思 他說很多人 繳了這麼多的一個地價稅 是因為他們自己忘記去申請 所謂的自用的部分 剛剛大全哥有說 自用的稅率 對 千分之二 如果你沒有申請 有申請跟沒有申請 是差5倍 不是 自用也只能一間 對 如果五斤就沒辦法 五斤都自用 他沒有門把號碼 不能涉及進去 他不是自用住宅 已經跳到20%了 對 好 那台中市政府的資料是說 台中市民有大概是1.5萬戶 忘了申請自用稅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大家可以 就是多多留意 這是自己的權益 要幫自己的荷包把關 所以台中的趕快去申請自用住宅 對不對 就比照自用住宅的稅 9月份就要去申請 9月22號 那個相差5倍 千分之二跟千分之二 一定要趕快去申請 OK 所以田大全先生 所以我們現在要 要幫忙這位 有1000坪土地的地主 是這樣的意思嗎 也不是這樣講 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則 我們這個 你有幾坪土地 我的土地很小 因為我房子都很小 我只有10分才一點點 我怎麼 野槓的人不一樣 野槓都是那個套地主 北部的都土地很少 全部都是他的 所以我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幫忙這位地主 所以要這樣講 在台灣 台灣我想知道 大家都清楚 台灣是一個華人世界 唯一持有土地 地權的國家 對不對 地區 國家 OK 好 我要講的意思 那有什麼好處 剛剛講了 你如果住大樓的話 兩坪 對不對 1.8坪 你有那個土地 有什麼好處 都根嗎 在哪裡 1.8坪可以蓋什麼 林骨塔 大家就這麼簡單 我請問你1.8坪要蓋什麼 像你骨頭這麼大 你可能要比較大 我要講的意思 你有土地要怎麼辦 這是持份的概念 其實外國朋友也才問我說 你們台灣人有地權有什麼好處 哪有繳稅 除了繳稅還有什麼好處 貸款 今天你土地 你地上權 你沒有土地持份的話 銀行還不貸款給你 因為怕只有房子的問題 地價調高 就是公告限制調高 對我的貸款有幫助嗎 有 理論上是應該代表你值錢 值錢了 你可以貸更多的錢出來 我其實看現在房價趨勢往下 現在貸款只是從8成到7成 是越來越降低的 一個是市價一個是公告 地價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問題在哪裡 這個機制它今天沒有掛在一起 理論上說你家更值錢 我應該多貸一點給你 結果後來發現現在景氣外面在走 所以房價下 所以我反而更害怕 所以我貸得更少 這就是機制的問題了 好 現在要來了 現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我們剛剛看了 其實沒有多少對不對 差別在於哪裡 一般自用住宅真的影響不大 就是說你趕快去檢查 你的房屋就是你如果只有一戶 你這戶有沒有報自用住宅 有報的話你的稅會差五倍 你看這個節目 你趕去處理這件事 你也能賺錢 但是我要講 其實真正影響到 是外圍擴散的效益什麼樣 你有店面那不叫自用住宅 那叫非自用住宅 所以譬如說我開個店 租給四通你 開個早餐店對不對 OK 我這邊加了個 可能不要說什麼16萬 133萬 我加個10萬塊好了 我要不要找你租金 接著遇到這個問題 他會轉嫁 第二個 我有辦公室 我們這種小公司 我也不可能去買個辦公室 我就租個辦公室增加 房東就會轉嫁 但事實上老實說 他搞不好只加2萬塊 大家可以加3萬塊 這是一個理由 你知道我意思 遇到什麼問題就是 我不殺博人 博人因我而死 我們現在經營公司 都已經很辛苦了 我本來想幫員工加個3千塊 一個月加3千塊 一不小心租金漲1萬 做老闆就該死了 再加什麼一粒一休 那邊又漲幾塊 沒有啦 租金 你是說地價增加 然後租金 地價稅增加 房東會轉嫁出來 包括之前的房屋稅 已經轉嫁了 租金已經漲了 現在地價稅 房東會有一個理由說 我沒有辦法 我要交那麼多歲 租金已經年紀長5年了 但是問題是說 他沒有考慮到 政府這也很為難 他就會轉嫁出來 轉嫁出來變成是 沒有啦 你轉嫁 應該另外一個機制 就是說你不合理 你那個有租約 你在租約到期之前 你二億漲價 那個是有法律可以處理的事情 這是期待政府的租屋專法 現在租屋專法什麼都出來 還不知道明年才會出來 是 這個應該是後面解決 不是處理這個 因為這個沒有不合理 我們現在的公告地價 跟限制是差那麼多 差70% 這個政府沒有討厭 拜託 大家不知道聽說 起床 我們就這樣賣政府 我不是拿內政部的錢 我是跟你講 我們要實話實說 對不對 台中的案例是比較特別 我們剛回來講 其實 他有一千坪土地 他如果暫時沒有賣 他的確現金有時候可能會 可能會周轉不過來 可是你有一千坪土地 你叫我們怎麼同情你 那是持有的概念 因為他說他沒有買賣 沒有利得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持有稅的成本 要不然你一千坪土地 四聰 四聰 給你交這個錢 要不要 市長幾天你叫他好不好 你一千坪土地 要不要 不要得了便宜又賣乖 不可以這樣 這個東西 對建築業影響在哪裡 因為台北的建商 現在目前風險高 所以他大概都不會自地自建 他都跟你合建 中南部的建商 很多姓田的 田小仔 我那些酥酥伯伯 田小仔 對 他的土地 他可能就自己有 有兩千坪土地 一萬坪土地 他就自己成立建商 他就看 這就有勇敢了 因為他持有土地 如果沒有開發 這個成本就增加 問一下帥過頭 這有土地財團嗎 這個當然有土地財團 因為你想 你說調漲是土地財團 不是 應該要調漲 而且漲不夠 我直接告訴你 你比較大聲 你說比較大聲 我們的稅務都錯了 我們都是用博士 像我這種小協沒畢業的 你叫我去搞稅務 我一次把你搞定了 我講地保為例 地保一坪290萬 你跟地保有仇 你每次來我節目就講地保 地保總共他的 連車位算起來是 166坪加60坪 220坪 一坪算他建築30萬好了 就是蓋6600 他的土地值4600 土地值416 繳多少 今年繳48000 416繳48000 土地太低 你說整個地保那個建地 對 地保每一間房 每一個住戶 每一個住戶 他的 他5億多 他的房子的造價 是6600萬 是繳100萬 房屋稅太高 6600萬 土地是416繳48000 為什麼他土地會416 人家路土地高 人家 每一戶有土地 他每一戶的池分 池分土地 對啊 這麼高 我直接講 我們是房屋稅出了問題 房屋稅是太高太高太高 張金賀把你加16到33倍 房屋稅應該除以4 地價稅應該 從現在再乘以4 避免囤地 我也不要講說國代人壽 買個土地幾乎沒繳稅 一點點 買土地換個40年 你認為他人壽公司賺錢嗎 錢除人壽 各種人壽都關了 都只有 房屋稅是以房屋造價成本來算的嗎 對 其他就有土地 限制 沒有 他講的限制 他說地保蓋一間6600 地保一間哪一6600 沒有 還是土地價值 我是說他的造價30萬 如果說 200倍的話30萬算下來 你如果說他的造價 他就沒那麼貴 地保民國94年是 房屋稅交9萬4 100年的時候繳25萬 現在是豪宅市成立 現在繳100 9萬4搶到100 我的意思是 房屋稅要降低 土地稅要降低 因為調高 現在調高了 而且他是 88年以前的 94年 94年 繳9萬加成 路段率也調高 他本來繳9萬6 等一下 我們如果現在住地保一個月 一年 咱不開電 100萬加4萬8 不開電燈 不用水 房屋稅100 房屋稅要100萬 因為房屋 一個月快要8萬 對 還要在管理費 他整個的 他買地保整個的成本 房屋只佔10分之1 繳100 土地佔90% 繳4萬8 所以我建議政府 土地稅乘以4 由現在乘以4 然後房屋稅除以4 這樣你就不會囤地了 我們講白話文 一般房子 比如1000萬 比例應該說 房屋大概佔3 土地佔7 所以剛才帥過頭的概念是說 如果你房屋稅佔3 你都要交100的話 你這個佔7的應該交多少 對不對 理論上 然後房地牆有個基本原則就是 土地會增值 房屋會折舊 所以上次講 講說什麼房屋稅 為什麼調那麼高 你會折舊的東西 你一直在往上拉 這有什麼道理 你會增值的東西 其實這樣調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 這個有道理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 公告地價剛剛講 我10年就中古屋了 你還給我用那個架子 是 折舊 房子會老像車子一樣 好 現在回來說 剛才公告地價 大概現在是跟市價 比方20幾%到30% 看地段都不同 還有一個東西叫公告限制 什麼時候 觀眾朋友你只要注意 12月中每年都會公布地王 有沒有聽過 那叫公告限制 那個差多少 那個說現在跟市價 已經差不多 大概六七成 舉個例子 全中華民國的帝王在哪裡 信義計畫區101 都聽過對不對 有 他現在目前最高帝王 你覺得信義計畫區 那邊一坪地是650萬 OK 信義計畫區 你現在買一塊地 沒有1000 彈都不要彈 彈都不要彈 1000萬 1000萬 買一坪 菜園 菜園 信義計畫區有個菜園 所以這些問題就來了 你公告限制 講說650萬 事實上你1000萬 都還買不到 這有沒有問題 你不要再講信義計畫區了 我們知道做人 要慎重追遠 可是想到我的阿公沒有眼光 我就很恨 為什麼當初是 沒有在那裡 沒有去買個菜園 三張米 對不對 七張 三張那裡 七張用一支 以前都是錢 阿公你錯了 你真的錯了 OK 休息一下待會兒 好 林全說不打房 對 我們看到說事實上 新政府上台之後 其實很多年輕人 當然是期望說 有更多的房地產政策 讓這個房價能夠回落 但是我們知道 換米在持家就不太一樣 我們看到說 林全在前一陣子 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講到這個關於房價的部分 他講到就是說 如果以政府的角度來說 房價統好 賣去也賣落 大家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他說如果 如果家庭房地產往上漲的時候 很多人買不起房子 這樣會有所謂的社會的問題 但是房價如果跌的時候 會引起銀行會有很多呆帳 而且房價如果真的不好 會拖累整體的景氣 所以他說以政府的角度來說 最好房地產不要漲價 也不要跌價 目前政府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他說政府的政策 是不能夠繼續打房 也就是說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這個打房的政策 包括說什麼豪宅稅 或是對土建融的融資管制等等 未來不會有更新一步的動作 但是房價也不能夠再繼續上升 如果某些地方漲得太兇的時候 局部調整是難免的 但是他不會讓整體的房價 一路往下看 很多人聽到這個林犬的講法之後 就覺得說他好像在有點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的感覺 因為房地產就是不漲不跌 然後也不會繼續打房 但是會讓他慢慢的往下調整 這個好像大家聽了有點捕煞煞 你怎麼會捕煞煞呢 你還好吧 你剛來台灣嗎 我們說言論 行年什麼 行年有之 行之有年 我都講錯了 行之有年了 咱不懂 不獨 對 還有 咱不藍 不綠 其實就像那個心電圖 不記不且 他說的就是像那個心電圖 這樣一條線這樣 一條線這樣 所以就刷起來了 所以在講法之後 其實跟很多年輕人的想法 是不太一樣 年輕人是認為說政府 現在因為就目前很多年輕人 心目中的想法是認為說 房地產的確還是滿貴的 他們希望還有更多打房的政策 但是他們對林犬的講話不滿意 但是講到另外一邊 業界來說 沒有錯 你說最好房地產不漲不跌 但是你也沒有更多的政策出來 所以好像雙方 不論是從青年人的角度 或是從業者的角度 都認為說 他講話根本不知道在講什麼 他也不知道 未來具體的政策是什麼 所以大家聽了他的講話之後 還是覺得 這個不知道怎麼去 推測政府的下一步的感覺 蔡律師 什麼叫大小眼 其實說這個稅務的調整 大家還記得嗎 之前台北市房屋稅調整 針對建商 建商就跑去找柯P 不對 我們建商 他蓋房子是這種銷售的產品 結果突然那個 非自用住宅的房屋稅 一調就變成1.2 變成調到3.2等於3倍 柯P聽聽說 對 有道理 建商房子還沒賣 那就給你們一年時間 超過一年沒有賣的 才是用3.6 我說如果柯P對建商 都有給人家一個這樣的空間的話 有沒有 像現在那個A槓中南部那些 其實他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老子有錢 留透天處給我 又沒有跟人家持分 地價稅一下暴漲那麼多 是不是政府應該也要這個部分 給人家一個適度寬容的空間 不要一下調補那麼多 不然對建商那麼好 對一般民眾這麼差 這不是大小眼 精準地價是什麼 這個我們一定聽得很複雜 剛剛提到地價稅就是公告地價 另外那個以前課這個 舊治課這個土地 又跑出來一個 叫做公告限職 公告地價一般來說 剛剛講的 是市價的2到3成 公告限職稍微高一點 大概5成到8成 所謂這個精準地價 跟市價又有一個差 對 那是公告限職 公告限職是買賣 公告限職公告地價 所以你看現在有多亂 等一下 聽不懂 從來 公告地價是 大概2成到3成 它是for持有稅 公告地價 地價稅的課稅標準 公告限職是交易的時候 是不是有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 所以公告限職 大概是市價的5到8成 看地方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你增值多少的時候 你拿來交易所得稅的概念 這個公告限職 是我當初持有的公告地價 跟現在我賣出去的公告地價 中間的落差 這個叫做公告限職 土地增值稅 用這個差額來做土地增值稅 這差也不多 因為幾百年沒條 其實公告限職 每年都有那個區 每年條 可是公告限職跟公告 公告限職跟公告地價 有什麼不一樣 公告地價三年交一次 依據不一樣 那是持有稅 持有稅 就是你每年固定要交的 規費的一樣 然後公告限職是 賺多少土地增值多少 那個空間每個人不一樣 買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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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易的時候交的 現在還有一個叫房地合一稅 你看多亂 政府你就饒了老百姓 房地合一是實價特稅 你真的老百 好 還有一個房地合一 今年1月1號上路的 那什麼意思 每年你買1000萬 你賣1500萬 是不是賺500 500扣掉 如果你是自用 扣掉400萬之後 你依照不同的稅率來交 這就是交易所得稅 中華民國萬萬稅 其實台灣房地產已經早點稅 我還有一個增值稅嗎 就是土地增值稅 但是房地合一稅裡頭 會扣掉土地增值稅 很亂對不對 其實美人姐 他現在那個精準地價 其實就是要往那個實價 去課稅的目標的努力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 都有那個實價登陸 登陸之後變成每個土地 它都有那個實際那個價格 變成政府掌握很多 每一塊土地的資訊 這個公告地價跟公告現實 它都是一種區段的概念 它沒有去區分 可是你看 我今天一塊土地 我到底是完整的 還是它是機靈地 或者我的地勢不同 甚至於一塊土地 這邊靠馬路 這邊離馬路比較遠 這個地價都不一樣 可是你要曉得 這個公告地價只有兩到三成 以後精準地價就是市價了 這樣回退 等於那個稅不是就等於要乘以三嗎 所以民眾現在最大的疑慮是說 如果你用精準地價來課稅 是不是那個稅務會大量增加 結果我們政府講不會 我們會給你那個打折 請問打折之後 跟現在又有什麼樣的 精準地價是這個意思 這整個區塊目前 通通一樣的公告地價 以後這裡有買賣1塊 以這個為基準 這個靠近仁愛路 所以這個是這個的兩倍 這是6米相 這個是8米相 所以它乘以1千塊 以這個來減少或增加 在這一區塊裡面找出一個成交價來 以這個為基準叫做基準地價 我想這兩天新聞有點亂話 大馬路乘以2 這個建國路乘以1.5 這個6米相 這個8米相乘以1.2 是以這個為基準 你覺得好嗎 我覺得好 但是反正就是會 就是會達到真實的價格 就不是現在 你覺得這個執行得了嗎 當然不能執行 我們的政治只要一講話 三天之內零錢必定講話 什麼老污漸減30年 第三天零錢說不實施 現在又精準地價 放心 財政部已經講 它要降低稅利 因為你這個調到市價 它要降低 所以花靜群講的話 你不用擔心 三天後再看報紙 必定必留解釋 人家花字長 好歹是有點想做一件事 我們這樣回來說 這兩天新聞有點亂 大家都講精準地價 我跟你講有多亂 這有多誇張 因為精準地價 其實真的專業一聽 就會很害怕 你是說我們今天這一集 做太早是不是 不是 然後它其實事實上 後來的結論是什麼 是因為記者聽錯了 它不叫精準地價 叫基準地價 剛剛帥過頭講的沒有錯 叫基礎 但是它概念是叫精準 就是更清楚 它是要試價 必經試價 但是那個問題就在哪裡 就剛剛講了 政府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子 因為新政府 小英當時也說稅制改革 房地產的稅制改革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一開始就講了 剛剛大家就講了就是說 如果今天公告地價是30% 那以後要到 跟那個基礎掛鉤的話 三倍 那你就講清楚 但問題是 如果你要三倍又太高 那打折 那打多少 再打三折 那不一樣嗎 其實這裡民眾會在政府 沒有信心 就是大家還記得 那個時候推動那個 實價登入 大家的心裡 害怕就說實價登入 會不會等於實價瞌睡 政府跟你保證說不會 我們配套措施 還沒做成之前 就不會以這個當作瞌睡依據 請問一下現在那個房地合一稅 是不是實價課稅 所以我覺得政府 有時候當那個放羊的小孩 他說以後給你打折 我們不會一下調那麼多 怎麼一下 如果是今年不會推 明年就給你增加 說一下是多久 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精準 一點都不精準 不過這我還會講一下 我真的要幫林軒部長講一下 人不是他殺的 人是馬政府殺的 好不好 來 問一下 建商冬天來了嗎 冬天早就來了 只是建商比較擔心的是 但是這個冬天不知道要倒幾家建商 這個冬天到底會持續幾年 是一年 三年 五年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 我們來看最新公佈的一個 實用執照的一個核發量 所謂的實用執照就是說 你拿到實用執照之後 就可以交屋 大家就可以搬進去住了 所以他其實 沒有 建造都很難給 你知道嗎 現在連建造都很難給 現在建商不急得推案 不想推案 所以乾脆有地我就不送去 沒有 現在有的要推的也搞 我們台灣要拿一個建造 你知道嗎 工人員用一輩子的時間 再避免自己違法 所以你就知道他要多麼謹慎 在台北市拿一張建造 一路綠燈 每個張子都蓋下去一年 是啊 就一年 一路綠燈 一路綠燈 新北更難了 對 對不對 沒錯 對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 一個實用執照核發的狀況 前8月是有6.3萬戶 其實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大概是成長了一成 6.3萬戶是使用執照 最右邊 對 前8個月 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是成長一成 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還好 不過比較值得討論的是 單單8月份這個數字 板上沒有 跟大家報告一下 單單8月份這個數字 使用執照的核發量是1萬戶 它創下了9個月來的一個新高 也就是寫下2007年來的一個高峰 趕快推出去 對 就是趕快推出去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這個數字 會比較擔心的是 那是不是就是 新屋的漁屋量越來越多 那就表示潛在的賣壓也越來越大 也因此產生了幾個怪現象 比如說在淡水 舊建商 明明都已經蓋好了 他就不要交屋 因為一交屋他就知道 賣不好 賣不掉 價格一定很爛 所以他寧可先hold住 那有的就是有的建商 不是 這裡有合約的 你怎麼hold 有些事真的是 有想辦法去hold住 那另外的其他的 不是 你hold住你就違約了 是 所以現在很多糾紛 他那個是沒有賣 整個就蓋好就不賣了 第一 不申請建造 第二 不開工 第三 他不完工 拖延 因為他完工他就要繳稅了 他怎麼沒有賣 沒有簽約 他整棟都hold住 就是蓋好之後都不賣 使用之後的概念是說 我們要再往回推三年 就是他當時預售的時候 所以你看現在2016年 大概是2013年 預售大概 蓋個兩 三年 那時候景氣好不好 好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建 現在問題是說 開始陸續交屋之後 當然也不能說 這些都是空屋 因為有些是 你當時買預售 你要陸續交屋 只是現在有人不想交 景氣不好 房屋稅又重 一大堆 所以如果2016年蓋新房子 就是動工的那麼少 三年後新房子出來就比較少 就沒有新的供給量 沒有死照量 三年後少 這個問題有點麻煩 整個市場會萎縮 如果這個是這樣 房仲業呢 房仲業就更冷 目前已經倒1000家 再來還會再倒1000家 因為是這樣 這樣 建商 這樣子所以留下來就最用 不是 留下來是外面找不到路 這樣說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你也沒有朋友 本來就都沒有朋友 現在大家死後要有朋友 所以是這樣 因為中古屋跟建商不一樣 建商現在有讓10% 5%還跑得動 餘屋他可以出清 他願意降 現在的屋主都只有一間兩間 72%沒有貸款 死都不降 經濟協商無法解決了一個問題 買方減少的時候 賣方當然要增加 不是 是買方減少 你都出巴拉架 屋主不甘心收入 屋主抽單不賣 所以買方減少 賣方也同時減少 你以為買方減少 屋主一大堆 不是 是屋主減少 屋主也不賣 也不出租 因為他覺得被侮辱 對 他覺得被侮辱 實價登陸還有打7折打5折 我講實價登陸打5折 正義的光芒在背後就有12道 我拚命猛砍 反正又不是我王子 我告訴你 實價登陸打5折 你看看 我最正義 屋主就不願意賣 仲介就死翹翹 我再告訴你 再隔一年還是再倒1000間 我們以前三年前的時候 有板摩工人 白天工都找不到 現在全部都在家裡 等電話怕漏接 沒有工作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就 剛剛最後都講得沒有錯 現在大家最主要的問題 為什麼市場停在那邊 剛剛講不漲不跌 那就是新電圖停掉 因為大家的問題在哪裡 不是買方不想買 也不是賣方不想賣 是說你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辦 去年好不容易搞懂房地合一 今年一下5月房屋稅 好不容易過3個月 5月一過 地價稅 然後明年是不是還不基準地價 後來你還要做什麼 你講完 你一次講完好不好 沒有 就是說沒有人 我們台語在說 直接就要百貨賺賺 你可能不能這樣子幹 每個人都跟你建議 這樣才要公平 才要那個 到最後大家就沒有辦法在這個 這個池子就不能夠活絡起來 其實大家都賺不到錢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兒回來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來問一下這個世聰哥 房市步入第四季的旺季 過年前是旺季 對 傳統上過去是這樣子 但是就過去的旺季來說 好像目前持續的寒冬 還是籠罩在這裡面 雖然說最近根據這個 房仲業的調查就是說 也會冷 因為立冬了 對 就是天氣冷 就把它忘了 忘了這一季 忘了這一季 對 忘了這一季 我們看到現在目前最新的 六都的這個議價率的變化 那議價率的變化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7.7% 可以打折 可以打這個 也就是說它議價的空間變少 10萬可以變7萬7 對 變得更少一些些 原本是可以到24.9%左右的 這個議價空間 現在降到17.2% 也就是說台北市的議價的 這個所謂的能力 有開始變得比較低一點點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台北市的房 什麼意思 是不降下 對 屋主變得比較硬一點點 空間變小了 空間變小 原本是24 24.9% 現在變17.2% 來打75折 現在只能打83折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像帥大哥講的 很多案子 他前一陣子在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 過去一段時間 台北市房地產算不太好 不太好的時候 他願意去 願意讓你有比較大的 砍價空間 但是現在他覺得說 好像這個第四季忘記又到了 我就覺得說 既然沒賣出去 我就再撐一撐 所以台北市反而出現一個 這個議價率變得比較難 議價的一個狀況 但是在新北 桃園 這個議價率都有 比較可以談的一個空間 主要原因在於說 這本來生了 對不對 新北 桃園也是 桃園 對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們過去在新北市 就是有非常多指標建案出現 尤其是破壞當地的所謂的建案出現 包括說在板橋或某些地區 都有這樣案子出現 所以當地的屋主就覺得說 我可以把我的所謂的議價率 把它放大一點點 至於台中 台南 高雄 這個議價空間都變得稍微比較小 但是你知道 雖然說台北市的議價空間變小 但是整個成交天數在變長 也就是說原本成交大概是12天左右 可以成交一戶 現在已經拉長到這個70幾天 也就是說就目前的狀況來說 房屋主的議價空間變小 但是交易時間反而越來越長 也就是說這個寒冬 如果這個狀況持續下去的話 買賣雙方的所謂成交價格 沒有辦法達成一致 加上銷售天氣開始拉長 我覺得包括營建業 房仲業 或者說整體的房屋產業 可能還要有一段時間的寒冬時間 OK 好 捷運住宅也撐不起來了 所以其實還滿淒慘的 給大家看一些相關的一個統計數字 比如說像公館 公館的一個滿有名的一個監運宅 我每天搭監運都會經過 它在2015年的時候 一瓶是135萬 現在是跌到80幾萬 跌幅高達35% 趕快買 不過這個產品比較特殊 它跌這麼多是因為 那個時候有健身房進駐 進駐之後就發現它地下的那個 牆壁樓梯有均烈的情況 再加上那個綠離子超標 所以這個產品確實是比較特殊 然後像科技大樓 也跌了15 16%左右 最主要是科技大樓 其實科技大樓捷運站 它在去年跟前年 還有幾件豪宅成交 可是今年以來 包括豪宅稅的一個部分 所以讓很多想買豪宅的人 他們就會比較卻步 比較不想買 所以導致整個平均的單價 都往下拉低 南京復興也跌 對 也跌 然後內湖也跌 其實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覺得房市不好 每個產品都會輪跌 就跟大盤 台股不好 可能全肢股領跌 然後中小型股 對 現在就所有產品都在跌 就連我插個嘴 包括那個積合國宅 之前好多朋友都搶著 要買積合國宅 積合國宅當年價格好的時候 一瓶是7 80萬 現在最新的數字也有四字頭 兩年跌了36% 照理講應該趕快買 所以如果你有自助需求的 你可以多看 多比較 有嗎 買方其實更怕 現在這種問題就是說 以前想買1500萬 你也不買 這是問題在哪裡 他如果1500萬 鼻子摸摸 還在漲 他就跟趙母娘借個200萬 就買了算了 結果一不小心 他等到1200萬的時候 你想不再等一下 不然單看看 等到980 就觀望了對不對 980又等到了 我就再插其手來等個860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建商自己會玩死自己 因為剛剛我們都舉到例子對不對 說什麼板橋出現四字頭 因為大家成本不一樣 大家成本不一樣 你土地買得早 我土地買得晚 你40萬的時候你就會動 我非要45萬才OK 沒想到突然跑出來一個 他38萬就OK 完了 那怎麼辦 一旦變價格戰 就是一個輪迴了 大家的本錢不一樣 對 大家成本不一樣 板橋有四字頭 有 新的 新的 現在有一個指標的案子 就是那個江翠灣 江子翠那邊 其實一般行情是五六十萬 結果江翠灣一推出來多少 一瓶就是四開頭 結果變成預售屋 賣得比旁邊那個中古屋 還更便宜 你要買什麼 中古屋是已經住了十幾年了 結果我那天就走在路上 我又看到一個不得了了 這個我把那個建商都碼掉了 府中站四字頭 現在慘了 板橋從江子翠到府中站 他中間經過板橋到府中 代言人是誰 代言人看不出來 應該是model而已 而且你變板橋整片 從江子翠到府中 是板橋最精華的地方 都開了四字頭 請問一下 再往下那個土層 是不是應該要三字頭 旁邊的中和 是不是應該也要三字頭 所以這個會變成是一個 定毛的效應 所以不只會影響那個中古屋 也會影響整個地區房價 同時那個拉低 那四字頭想買房子可以買了吧 他還是官旺 所以房子降價也沒有 也沒有讓房市活絡 江崔A是那個 江崔1 江崔1 你是江崔A是什麼 江崔1 1 就歐文1的 他45萬 一直賣到48 已經賣完了 第二個案子是連上開花 所以你降價就clean了 對 降價就完了 一拜以上投資客 連上開花是第二個案子 就48 連上開花也賣得不錯 第三個案子 四十幾萬還是投資客買 當然多個投資客 不是自助客 就是要等房地產降價嗎 因為45萬買過來會賺錢 那邊生活機能還不好 那邊生活機能還沒有出來 以後整個蓋好只有一個 整個重化區的第一個案子 他真的旁邊的中古大樓 就是45萬 他就賣45萬 所以他當然投資客都進去 第二個案子就48 我可以跟你掛保證 第三個案子50 就慢慢往上 好 那邊有眼熊的地 就在他的旁邊有眼熊的地 眼熊的地就慢慢等你 眼熊沒有65不會幹 就有人會先跑 有的人慢慢的看 進廣告 其實這個賦稅公平 都是希望從有錢人多拿點錢出來 對不對 多繳稅 對 沒錯 你就讓有錢人去一直換房子買房子 這樣才會有棄稅 才會有土地 才會有什麼 房屋增值稅 所有的稅都會有 是 結果你現在給他豪宅稅那些 你也扣不到他多少錢 因為大家都會閃 是 越有錢的人 越有筷子師幫他算 怎麼閃那個稅 來 這個帳我算給你看 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 2015年跟2016年 地價稅 我們因為漲了 我們可以多收了64億 對不對 偉大英明 多64億 這是地方稅 是啊 這個不如小補 房屋稅我們也漲了 對不對 增加了20億 這也是地方 對 地方稅 你看 是不是應該漲價 我們幫地方增加了 64加20億 84億 好了 可是因為房屋是冷到沒有成交量 OK 所以我們就沒有棄稅 因為買賣契約有棄稅 OK 我們棄稅 2016年跟2015年 我們差幾 這個2016到9月 就少60億 我們少了60億 就是沒有買賣 我們就沒有稅可以扣 那巴不得有錢人 每個月換房子 對不對 每個月買房子賣房子 我們才有錢可以扣 OK 好 再來 因為沒有棄 沒有買賣 也沒有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 我們少收了多少 親愛的350億 這土地增值稅是國稅 中央更窮 我爺爺說的 露了芝麻算 露了黃瓜你不算 OK 所以這個 黃瓜比較大條 芝麻這麼小 來 聽懂了 我們這邊增加了總共84億 來 你給我算 我們這裡要多少 減收多少 410億 410億 不合 所以政府永遠學不會 那個證所稅的教訓 不管從藍的變綠的 當時證所稅不是也在講 證所稅搞得亂七八糟 證交稅就少說500億 不過我們也持平講 不能說房市冷完全是講這兩個 但這兩個的確也有一點功勞 對 對不對 還有豪宅稅什麼的 這些搞到這樣子 我有時候很奇特 是政策還沒推動 就有先知說以後這樣 大概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 結果政府還是只是一句